黑猩猩小庞和拍档牛头犬 珍姆斯一起 到人类的世界挑战当小帮手 尽管内心有点彷徨 还是大步迈向成长的阶梯 小庞的梦幻成长 故事 尽其身黑猩猩小庞和詹姆斯的第一次小帮手大挑战 对于小庞来说 这次的任务可是他的处女秀 所以公泽先生格外用心地筛选路线 还带着小庞实地演另一次 就是这条路 一开始是直直地往前走 接着等待他们的就是第一个难关 岔路了 这时候记得要往右转哦 然后第二个难关就是小河 如果不走河面上的踏脚时就没有办法到达对岸哦 他们得克服这两个难关 把便当送给正在忙着浓物的爷爷 这就是这一次的任务了 所以小庞和詹姆斯第一次的小帮手任务就是 送便当给老爷爷篇 终于遇到了任务当天 首先取最重要的最终确认 好似的最终确认 证实挑战时也能顺利吗 终于要开始第一次出任务了 加油哦 小鹏和詹姆斯 等一下等一下 小鹏你怎么了 重整士气之后再度出发 这次一定要加油 怎么又失败了 小鹏和詹姆斯 你们这样子真的能完成任务了 成功吗 公子先生的神情很认真 这次一定要成功 小鹏加油哦 终于顺利出发了 不过却发生了严重的意外 小鹏 小鹏 变当掉了啦 小鹏 要送给爷爷的便当 如果没带到的话就没有办法完成任务了耶 听到公子先生的声音 小鹏急着折回去把便当捡起来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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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到詹姆斯的背包里 再度出发 又掉了 而且还整个掉在地上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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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公子先生的声音之后 小鹏再次把便当给捡了起来 这次把便当放进背包里之后 记得要盖上盖子 别再让便当掉出来了 哎呀 小鹏 盖子卡住了啦 对对对 先把便当拿出来 这下子总算可以出发了 一开始就连连吐踩的小鹏 这次的小帮手任务真的没有问题吗 担心得不得了的公子先生 决定暗中跟着他们俩上路 在小鹏和詹姆斯前方 首先出现的是冗长的坡道 哎呀呀 两位小帮手不走马路 跑到旁边的草地在干嘛 哎 现在不是玩的时候啦 看到他们俩的迷糊 公子先生显得很担心 要继续上路了 小鹏拉起了詹姆斯的绳子 准备要赶路去咯 接下来要面对第一个难关 岔路了 小鹏不要搞错方向 一定要向右转才能到达目的地 好 小鹏走到路口了 对他来说 这真的是生平的第一个大难关 小鹏是右边要右转 小鹏 走到尽头就要举起右手 快点想起来了 小鹏 快点举起右手啊 赶快回想一下和公子先生重复的练习 求求你 小鹏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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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就是要往举手的那边走 不是面向这边啦 刚才他一走到岔路时 就应该把右手举起来的 可是小鹏却在转过身来之后 才举起了右手 导致方向刚好相反 结果 方向刚好相反 结果 不行不行 我能去那边是坐的 不可以往那边走啦 可是小鹏越走越快 就在这个时候 大鹏 请到我 请到 在这个紧急时刻 公子先生不由自主冲出来坐 不停止了他们俩 任务被迫中断 不过 为了能让他们完成生平第一次的小帮手任务 公子先生把他们带回岔路的前方不远处 让他们再次挑战 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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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回头 千万不要回头 很好 它举起右手了 就这样直接转过去 成功了 终于顺利的在岔路又转了 离爷爷的田里已经不远了 不过最后的难关 小河正在等着他们 没错 必须要踩着踏脚石才能够到达河的对岸 最前面有架着木板 只要选择木板这边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不过最后一块踏脚石并没有架上木板 而且距离有一公尺远 到底小庞和詹姆斯能够顺利地跨过去吗 鼓足了勇气 小庞和詹姆斯往河边走去 虫吧 是不是害怕了 竟然要折回去了 不过如果不过河 就没有办法把便当送给爷爷 小庞和詹姆斯再度鼓起勇气 准备挑战 慢慢地走 小心点哦 对就是这样 一步为营 小心翼翼地走着 尽管偶尔会停下脚步 但大气上还算顺利 很棒哦 走 詹姆斯小心点 就在临对岸只剩一步的地方 他们两个同时都停了下来 最后的难关 快一公尺的河道 对于小小身躯的小庞和詹姆斯而言 这就像是一道大红弓 中守护着他们的公泽先生 也显得忧心忡忡 加油啊小庞 詹姆斯 就在这个时候 小庞成功地一跃而过 问题是詹姆斯不敢跳 小庞狂拉詹姆斯 要他跳过来 但是詹姆斯却敌死不走 就在这一刻 詹姆斯你太神了 小庞和詹姆斯这对拍打 克服了重重的困难 终于来到了爷爷工作的田里 这时候 小庞和诹姆斯 小庞和诹姆斯 立刻朝着爷爷跑了过去 他就是爷爷 小庞和詹姆斯 立刻朝着爷爷跑了过去 就这样 这对拍打终于见到爷爷了 好久了 好久了 小庞把他和詹姆斯 辛苦守护的便当 交给了爷爷 能够顺利把便当送给爷爷 小庞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虽然发生过许多的失败 但是小庞和詹姆斯 第一次出任务 总算是成功了